我不吃醋了 我吃辣 大男人不吃醋了吃啥 那你爱吃就吃 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 妈 你在干嘛 煮螺蛳粉呢 煮螺蛳粉 它有热水下粉的呀 那要怎么煮 这个要冷水下锅煮才行 这是干米粉啊 用热水煮出来不好吃的 煮不熟的 什么 赶紧就完 冷水下锅 这样可以放了吗 嗯 现在可以放粉了 一定要冷水下锅煮 煮出来的粉才好吃的嘛 开火 这个要煮到什么程度 米粉才算可以的呢 啊 现在教你一个小技巧 嗯 用筷子把粉加起来 嗯 稍微用力 嗯 能把粉加断的程度 这个就ok了 就熟了 哦 这样ok了是吗 哎 你干嘛 ok了不是 到糖料包了吗 你没看到水这么浑吗 刚才米粉煮出来 会有那种米粉 啊 泡在水里面 煮出来以后 它会比较白 比较浑的嘛 你一定要换水 这样煮出来粉才好吃 哦 会不会煮粉啊 看 把粉倒出来 把 把水换了 可以 哎 现在水换好了 直接把粉到里面对吧 对 你看现在换了水以后多清澈啊 这样煮出来粉才好吃的嘛 这个时候再加入汤料包 嗯 好香啊 然后呢 这 这些配菜是不是要一起放进去啊 等水烧开啊 等水烧开 再加入其他的配料进去就可以了 那水开了 现在要放什么呢 辣椒和白醋 这两个的话你喜欢吃酸的话你就放这个 如果你是能吃辣的话你就放辣油 能吃多了放多少看到没有 哦 那我不吃酸了 不吃醋了我吃我吃辣 嗯 大娘的不吃醋是啥 那你吃爱吃你吃 哈哈哈哈哈哈 UCRO 香不香 哇 太香了这个味道 这很还是煮螺子粉正确的步骤 懂吗 好 哦 好 搅拌均匀一下 这也太香了吧 难怪以前我煮螺蛳粉味道不对 原来是煮的方法用错了